本所是在昨天晚上11點左右接獲法案 指稱本所轄區的龍峰路 家店家發生糾紛 經本所開權的行動局前往處理時 了解是一名女子店家發生交代糾紛 在我們原警向該名女子解說以及勸導的過程當中 女子卻不斷地出演挑釁辱罵我們原警 我們原警告知行為已經妨礙公務 並要將其強制力逮捕 女子卻不斷地抗拒並咬傷處理原警的小手指頭 本分局暫時呼籲任何有雅性公權力的行為 以及影響執行原警安全的行為 本分局絕不寬淡並將人正就辦